自从用了这个播放器 感觉之前的电影都白看了 不知道屏幕前有多少人和笔者一样 喜欢在电脑上看电影 一方面 本地观影比较容易沉浸其中 并且没有烦人的广告 另一方面 本地视频其实可以真正挽足回味的需求 多年前的老电影可以拿出来再度观看 并且没有下架等亿万风险 但在本地看视频也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选择一个好用的播放器 现如今市面上的播放器种类繁多 功能各不相同 那么问题来了 Windows平台上有没有一款轻量功能强大的播放器呢 答案当然是有的 MPCHCNPCB Poplay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但看似完美的Poplay其实也并不完美 众所周知 类似Poplay这样的播放器 虽然可以调节的设置特别多 但一般来说 默认的设置总是有一些问题 Poplay同样不例外 这个播放器的默认方案 事实上是无法正确播放10B制式品的 导致无法最大限度的还原10BT视频的色彩极数 从而影响观感 另外由于该播放器默认自带的解码器和渲染器 都十分一般 而且内置滤镜会对视频画质进行破坏 很大程度限制了Poplay应有的播放水准 今天笔者就教大家正确设置Poplay 让自己的播放体验更上一层楼 首先在电脑硬盘里创建一个英文目录 如Play等等 将所有需要用到的软件或插件都放置在该目录内 且录镜为纯英文 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然后前往https冒号两斜-jithub点 解码器 这是目前最常被使用的解码滤镜之一 支持各类影片解码 也具有优秀的的应解能力 然后前往http冒号两斜-madb2点 com下载MAP渲染器 说它是PC电脑上的最强渲染器 一点都不为过 有的啊 PC播放的画质超过顶级蓝光播放器 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务 最后前去https冒号两斜-jithub点 com的某网址下载ZiveZoot 这是一款提升字幕素质的插件 对提升视频观感也同样有帮助 下载完成之后 就要对这些软件进行安装 POPLEAR和LiveZootX都是普通的X安装 一路下一步即可 MAP渦和ZiveZoot是插件类工具 将压缩包解压至创建好的Play文件夹中 六件点击各自的insult.byte 以管理员全线运行即可 在完成准备工作之后 就要正式对POPLEAR进行设置的更改了 打开POPLEAR之后 六件点击选项即可进行设置 前往滤镜设置页面 关闭内置滤镜 防止POPLEAR对视频进行预处理 关闭内置滤镜之后 展开滤镜选项卡 选择原滤镜分离器分支 在RuleFUcase 点击红框中的按键 管理滤镜和解码器 确定后上图界面关闭 自动回到原滤镜分离器选项卡 带的选项都是外挂的滤镜 解码器 将红框中的所有选项都换成 Live's Little Source 无法切换的保持默认即可 然后前往视频解码器 和音频解码器选项卡 将可以切换的所有选项换成Live 之后前往个人滤镜优先权选项卡 为POPLEAR更加系统滤镜 图中的The Xbox Subduce is a Super 建议将The Xbox Subduce为强制使用 The Xbox Subduce为按优先级使用 在进行了解码器和字幕插件的设置后 接下来就是渲染器的设置了 在进行完上述步骤之后 直接前往视频选项卡 设置默认视频渲染器 选择MID视视频渲染 之后前往色彩空间 属性选项卡 设置对扑顾规则 设置为自动选择 到这里POPLEAR的设置就正式完成了 保存设置后特出即可 打开任意视频 按Type键可以查看效果 做到这一步 基本上POPLEAR就能带给你 更加好的视频观影效果了 当然POPLEAR Mbaba 还有LifeFitters都有一些自定义功能 例如调用硬件解码 调整MDL的缩放算法等等 屏幕前的各位看官可以自行研究 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